我们采买回去的新车有没有必要自己加一个行车距离 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加一个好的 好的记录仪的话不但能够看到车前方的一个实时影像 而且可以看到车后方的一个实时影像 特别是我们把车停在车位上的时候 如果说发生磕碰之后 它可以自动记录的 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话 就是我手里这一款 七十麦的一个智能记录仪 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开箱看看吧 打开盒子我们能看到 七十麦的这款记录仪还是非常漂亮的 首先这个造型的话是一个四四方红的 看起来非常可爱 大家还有蓝色和灰色可以自由选择 然后这款的配置的话非常高 它支持的有BDS和GPS双定位 而且支持背斗三代定位的话更清晰 然后这个录制的话也是支持前置的一个 1620P的非常清楚 这个角度的话也是可以调 最高支持140度的一个角度 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还配的一个后置摄像头 后置的话支持1080P的一个录制 那具体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再安装起来给大家测试一下吧 好 安装完毕 我们给大家11测试一下效果吧 首先支持的是前后双路 一切换至后路 一切换至前路 这个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选择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 我们还支持的有语音 我要拍照 我要录像 开始录制紧急视频 其次的话我们内置的有一个重力感应器 紧急刹车和困状之后 它会自动记录的 就像这样的模拟一下 开始录制紧急视频 另外我们的紧急视频也是单独保存的 不会被覆盖和隐藏 最后我们车辆自带的也有一个热点 我们把手机APP打开之后 可以连上我们的行车记录里热点 这样我们在行车记录里面 可以实时查看到我们的一个相册 包括记录都是可以自由查看的 最后经过我们的11测试 其实这款七十八的纪录仪不但颜值非常高 而且是非常方便使用的 很多功能的话也是非常贴心的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一定要点击下方链接看一下哟